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 這個 教你申請國外這個 WAL 這個.com的這個 Email信箱 這個 一般 大部分人是用 Google 或是你是台灣的話 比較多用戶用 Hinit 或者是 微軟的Outlook 其實就夠用 大部分需要註冊成會員的 論壇和網站 都會 用季風 啟動的激活信 你如果 只是想搜 激活信不想讓這些 論壇網站 知道你常用的Email 的話 是可以另外 申請這個 的這個 Email信箱 然後主要的用途是在 迴避論壇 及那個網站 透過Email信箱 追蹤到你 那麼 就是指 我這邊忘了說 因為有的人是搜索 跳著看 啊我會把 這一篇的那個 圖文教學網址貼在 YouTube的這個 註解這裡 大家可以點一下就可以 不到這個圖文 因為配合圖文的話 會比較好 然後聲音太小聲就點這道最大 然後畫質 720 寬貨全 螢幕觀看這樣 然後看過這幾篇的 教學有沒有 那我們會申請這個 這個 信箱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迴避 那些論壇網站追蹤 用透過Email追蹤到你 你看過這些 就是你的瀏覽器 掛上這個 PASCIP 你的IP已經隱藏了 然後現在就是說 那個一些網站 避免是一些 那個 註冊機 在那個高跨網站 所以會用那個 寄啟動性 你要點擊那個啟動連結 你才能 你的帳號才會被開通 然後就是說 我們要收那個 那個信箱 你的這個Email信箱 會被那個論壇跟網站記錄 這樣的話 就會被追蹤到 我們要避免追蹤的話 就是 可以註冊一下國外的網站 好 我這邊比較推薦的是 先用下面這個 這兩篇的 先用這兩篇的那個 拋棄式 丟棄式 免註冊這種Email 這種事比較方便 很快就是 收個啟動信 收個信 點一下啟動連結 這樣就開通了 也不用什麼註冊什麼的 因為就是說 這是一個矛盾的存在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論壇 還有網站 他們需要的是帖子 就是需要文章 需要一些會員的文章 發帖 那就是 變成說 灌廣告啊 一些註冊機 灌廣告機 在使用這些信箱在亂 那所以他們會瘋掉這些 那相反的 就是說變成說 我們已經掛了這些 IP 那我們現在要收啟動信 那這些不能用 變成說要用這個 就會變很麻煩 就會變減少說 你這個論壇鐵的 因為你覺得麻煩 就不太想發帖 然後變成說 你會看到一些論壇嗎 有很多 這個 這些論壇嗎 就是一些資源分享的論壇 都是那些 怎麼發 就是那些人在發而已 其他人不敢發 因為怕被 怕被 透過IP記錄跟 信箱追蹤到 變成說只有 那少部分人在發這樣 因為就是有人透過 因為這種 因為這種信箱比較方便 就是一個矛盾 就是說 比如說 我今天 要保護自己 不想被追蹤 然後就是 啊 相反的 有人利用這一些 去弄一些 廣告或什麼的 他變成說這些論壇 去封掉這一些 啊 相反的 你一個站長 你去封掉這一些 變成說 會員 變成說 沒有 一個保護性 就是 怕被追蹤 會變成 不敢發鐵 鐵數就會下降 然後會變成說 發鐵的人就是那幾個 那些大部分都是有掛陣容啊 還有用 不只是這個L 還有更多的一些國外的網站 就是 這是一個矛盾的存在啊 就是 就是 有人 發一些廣告信啊 或者是 廣告帖 或者是 呃 註冊機 大量註冊這種 再亂啊 啊 論壇跟網站 就會封掉這一些 拋棄式 的E-mail 啊 拋棄式的E-mail 封掉之後 變成說 註冊其他這一些網站 會變得比較麻煩 鐵數又會下降 啊 論壇 一個 論壇需要的就是 鐵數 這個網站啊 不只是論壇 還有一些 那個資源分享的論壇 需要是大量的文章 啊 變成說 會員又不敢發 啊 你鐵數只要一下降 啊 論壇就會 那個 那個 瀏覽率跟 那個 HOT TOP 那些 人 人流量又會下降 就會導戰 這樣子 這是一個矛盾的存在 好 那麼就是 錢銀就 就說 說完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保護自己 不要被網站追蹤 就是透過 隱藏自己IP 再來就是我們要收啟動性 我們先試用這 這兩篇的那六個 如果不行的話 你再考慮 那個用這個L 或者是 不只是這一個 就是一些國外的 還有其他國外的信箱 這樣子 來收啟動信 啟動 然後 開通 發鐵權限 這樣子 好 然後 事前準備是 就是 你這個瀏覽器一定要掛上這個IP 發行IP 呃 就是這 這三篇 呃 不只是這三篇 有分 前篇 後篇還有上篇 下篇 大概五篇五六篇左右 你一定要掛上 因為你申請這個Email 這種網站申請Email 它會記錄你的IP 還有你的登錄IP 會記錄 因為它不是這種 拋棄式丟棄式免入冊的 像這種的話 會記錄 所以你從頭到尾都要掛 發行IP 我這邊有寫 因為它會在申請的時候 跟登錄的時候 會記錄你的IP位置 這個的話 就要從頭到尾都要掛 你可以掛 很多國家 你就 因為這種 你只要掛上發行IP 速度就會變得比較慢這樣 那尤其是這種高度的 異名的 隱藏的 速度會更慢 開網頁會很久 甚至卡住 啊 很多人在用的話 又會變成說 因為這種 網站嘛 它會偵測你的連線速度 如果卡住太久 又會變成說 404 或者是你連線超時 無法連線那樣子 所以你要自己再切換一下 切換到人少的那種 Placy的Server 這樣子 從頭到尾都要掛 然後就是你 因為它會記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 因為這種網站是國外嘛 它會 要 那個 輸入英文姓名 就參考這一篇 然後我這邊建議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NodeBate++ 或者是 在一個空白處 或者是用這個文件 用這個文件 如果你沒有裝NodeBate++的話 用這個文件 你就要開個記事本 出來 然後這裡隨便抽一下 那個 前名 前名跟後名 我這邊是用快鍵Ctrl加C 然後Ctrl加V貼上 然後你這邊要這個站 複製王子連結 然後密碼 15位就好 因為它這個 這個站最多只能到16位 我後面有寫 我們就用15位 你也可以用12位 都可以 然後再來是這個 身份 那個產生器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 郵區 它需要郵區 那我們就點一下這個網子 然後就是 下郵區 就先弄一下 我這篇有寫要怎麼弄 在這一篇 這篇有寫 一般美國的有沒有 美國的這個 這個 它的地址是由小到大 跟我們相反 然後再來是 這邊就地址 這邊就是輸入你的 這是隨機的意思 然後你 你男性的話就是這個 女性的話就是 female 這樣 自己切換一下 然後就是American 你可以用英國的 英格蘭的 英格蘭的 是這個 啊 或其他國家也可以啊 那我們現在 因為它這個L 是美國的嘛 我們就用美國 然後美國 你用英國的話就是這個 那個 就是這個 State字吧 那個 UnitedState字吧 忘記怎麼唸 它就是 反正就是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就這樣子 看一下這邊教學怎麼用 然後可以點一下這個 那個 這個就是念愛啦 因為因為怎麼講 因為就是你經常接觸外國文章 他那個單字就是那幾個 所以要查一下方便記憶 然後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用一個這個查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這個他是這個是審號 審審因為那個美國有 那個我們是用審 他好像是一個區吧 這個是審號的意思 那個減寫就是兩個大寫這樣 然後這個才是郵區 我們就把它copy一下 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就是點進這個網站 那我現在已經掛了 就是看參考前面用這個插件 然後進入之後點這一顆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這個你輸入太慢有沒有 他會從 他會從run啊 就是你輸入超死了 然後再點這一顆 那個get free username 註冊一個新的帳號 你這個這一個音樂你弄太久 他會超死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重新輸入 這樣很麻煩 然後因為可能有人從學到畢業太久 會忘記 Ctrl加C是指Copy 庫封面 cd再許 WhatsApp 此了 稍微加轉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 Ctrl加C Copy 貼上 卡拉C Copy 貼上 然後這邊 我們就稍微點開一下 讓它自動產生 没自动产生 就是 应该会自动产生 这个是代表有红 那个sorry 意思usernate 意思tekin 就是被使用了 那我们就直接 随便一个 你这个是要点开它才会乱 OK之后我们把它 哎哟啦 怪怪刚才怎么没出现 我们就把它copy一下 然后就是这里 这个是代表你登录要用的 就是这边 l.com 这是代表你的信箱的意思 然后密码啊 这边最高只能16位 它这边有写喔 那个require最高只能那个 caricate 这个是只能16位最高 那我们是刚才是15位 ctrl加7 copy就是贴上 重复一下 然后在这边图图片有说 然后再输入你的生日 的月份 的月份 然后day是指日期 然后年 那个 就 然后这个gender是指性别 性别 性别 然后我们就男性 zip code就是指邮区 我们刚才有call了 它这个是指省份 因为它是 我们一般使用的话是由大到小 我们会先从邮区 我们那个 我们的话是有那个邮区快递嘛 是在分类的时候会先从邮区 开始分 然后再来是你的 哪 那个线 然后 那个 然后正啊 什么理什么的 或者是市区 这样由大到小 它 那个老美 是由小到大 所以它邮区会放在最后 这样子 我们就直接这样 贴上 然后这个是set 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 secret 那个 secret 那个 secret 就是安全的意思 就是了 seqret 哦 那个 security 有卷舌音都比较难发 security security 然后就是 那个 配的 我都是用那个 宠物 那个 那个 看是tata 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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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 都可以啦 就是 这里 我们就把它稍微 贴上一下 贴上一下 你就是那个 first 配就是你 那个 宠物的名称 就记录一下 tata p 或是 pa 也可以啦 都可以 然后这个 这两个就不用了 就是指你的 phone 那个 手机 他跟那个 另一个 email 然后再来是这边 输入一下 这个 这个 就可以 然后再点这个 signup 就OK了 这个就可以 然后这边 这边就是你的那个 基本资料 你就储存一下 先关闭 重新更名 然后一个 就是登录的帐秘啊 你就是丢在你的 随身点 或者是什么的 要用的时候 再来调出来 copy贴上 这样就好 因为我已经 申请过就不再 申请了 然后就点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你是 挂这个 普拉西嘛 因为这个 HINET是 你 他会 你可能 因为他有 那个分 分流伺服器 你可能现在是 连这个 伺服器 他过一段时间 又 变成别的IP 他会出现错误 你联络的时候 会出现错误的时候 你就是到 有没有 再到这个首页 然后就是点这个 然后那个 登录 登录一下 这样子 因为他这个 是会偵测 就是说你现在的IP 然后你过一段时间 又不一样 就是说你短时间 你的IP 变动 如果不一样 他会被 被判定为是 攻击 你如果出现 攻击的话 就是 会出现也有的 页面 因为一般我们 在使用那个 IP嘛 像我们现在的 浮动IP是 24小时 才会变更 你短期 什么几分钟之内 你变更的话 他就会出现这个L 会判定你是在攻击它 攻击伺服器 会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你到时候就是 再到这个首页 然后再重新登录一下 然后就是 登录一下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邮件的管理 这个的意思是说 你登录之后 就会变成你 邮件的那个管理页面 这样子 啊 注意一下这边 你到这个首页之后 这边有出现 如果是出现这个名称嘛 因为你是这个注册 就代表你是在登录状态 啊如果你不是登录状态的话 有没有 你就是点这边 把你的这个 登录的帐号跟密码贴入 然后再点这个3E你就登录了 啊你 要看一下你是不是登录状态的话 就是看这边 这边会显示你的 那个名称 然后再点这一颗进去 然后再 就是你注册的一些 那个你的 看是你注册的什么网站 你这一些注册 这个是注意一下是要从头到尾头 要挂 Push IP 然后 用这个 收信 登录之后 登录这个界面 收个信 启用信 然后再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是 因为有的网站 会变成那个 那个span 垃圾信 你要注意一下 一般是点这个inbox 如果你这个inbox没有收到信 大部分都会被丢到这个span 因为我有试用一下test 是可以收到信 你就是用你的那个outlook 或者是gmail 测试一下你这个信箱是不是正确 你就是寄封信到这个信箱 测试一下 应该都会在inbox收到 那你注册的那个论坛跟 一直没有就是没有收到信的话 可能就是被丢到这个span 垃圾信件 你就要点这里 然后再点一下那个论坛的启动连结 这样子 你的那个 注册这些论坛 这些才会被开通 这样子 你才能做文章分享跟 那一些 你可以做一些文章分享之类的 影片啊 音乐 那个动漫之类的分享 这是 算是一个 就像我前面说的 一个自我保护啊 你隐藏你的IP 然后那个email也隐藏了 就是 就是做一个对 那个自我保护的作用 啊 不只是这一个国外的信箱 我有空还会再找其他的啊 这会放在这个教学文章里面 啊 这一个 还有其他的啊 有蛮多的 国外的这种email信箱 啊原则上是先用这 这种的六个 啊 就是我前面说的 因为有的人会利用这一些来做一些 发一些广告帖啊 或者是用注册机在用 啊 变成说被封掉 啊 你就只能注册这一种 就是多很多步骤这样子 啊 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啊 就是 没办法 啊 你要做一个自我保护的话 你发帖 发一些分享帖 你要安心的话 就是 从头到尾都要挂IP 然后 搜集东西 就是 注册一下国外网站这样 啊 你国外网站的这个 也要从头到尾都要挂 发帖系 是因为 你登录跟注册 都会 进入你的IP这样 就是一个自我保护啊 好 呃 说明的内容有点长啊 就是他那个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此外视频 呃 这个是 呃 对刚开始接 那是说你 接触的这些帖系 啊 挂带里 然后弄这些 会比较复杂啊 就是你要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你才能觉得 其实 用久了之后就是 像这些 东西 隐藏IP 这些你 接触久的时候就是 反正就是这样子按嘛 话数天亮暗暗这样子 就OK了 就是对自我保护啊 就是要习惯这些东西啊 才会觉得比较容易 啊你第一次接触的话 会 步骤会稍微 有点繁琐 啊 大家就是要稍微 点耐心的 看完这些 教学图文教学生 视频啊 就是对 你 就是看完之后 你弄过这些步骤的话 你在这些论坛啊 发表一些文章的话 你会 就是会比较安全啊 就是对 就是一个自我保护这样 好 那么 这一些这一段视频就结合到这 谢谢大家耐心 收看 这些视频教学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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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